美国现在不断说 有军援 然后讲得好像斩钉截铁 一边说有 一边又说好像有 然后拜登自己又说没有证据 这表示他的政府乱成一团 我从来没有看过 国务卿讲话被总统打脸 然后后来这个国安顾问又出来讲说 哎呀目前是没有证据了 可是他们没有放弃 未来会这样干 这招怎么 你可以这样讲话吗 我可以说 哎呀就我知道林家元 连到目前为止都是好宝宝啦 谁知道未来 可是未来会变成坏宝宝耶 这个 这什么逻辑啊 这是逻辑太怪了 对啊那你至少证明我说 林家元会做坏事 是证据在哪 你都没有出事 那就根本就是 你的心这样认为 你就说是嘛 大国可以这样吗 他还是美国 我觉得就跟小孩吵架一样 很可笑啦 坦白讲这个贵为国务卿 然后可以这样乱造谣啦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 其实布林肯我已经观察他好一阵子了啦 我觉得他讲话真的虚虚实实 然后说谎越来越严重 我倒觉得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顶 还有联合参谋长秘利 讲话比较实在 军人 他们不会乱来啦 至少不会乱来 从那个气球事件啊 都让大家觉得说比较有为有所 对不对 那不是就不是嘛 而且这个提供武器是多重要的事 那除非你把这个所谓的提供资源武器做广义的界定啦 比如说提供零组件也算 那人家如果零组件是提供民航机呢 那你也算 所以中国大陆就有一些人在笑美国嘛 所以以后是不是 买到了手机也说这个可以拆出晶片啊 这也算 那卖那个烤面包机如果是微波炉 有晶片的那也算 对 你可以这样搞吗 这五线上钢啊 这个太离谱了 我跟你讲 我们所谓的军民合用的科技 也不是对那种传统民生工业的定义 目前我看过的照片 如果俄罗斯真的有用到中方军方的东西 大概只有口粮 口粮啊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真的是军用 那就是口粮 口粮 而且搞不好是以前留下来的 对对对 就是说联合演习 口粮可以放很久啊 对对对 就是说搞不好是以前联合演习留下来的 OK 我认为中国既然出示了这个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它不可能违反自己的文件 因为它摆明了它就是要做中立方 要做第三方 那才有立场来做协调嘛 对 而且它自己也很清楚 如果这件事情可以达成 算是像全世界立大功啊 你的国际声望 那可以用这个来抵吗 那个国际声望会有多高 是不是 所以它一定会小心翼翼 来划清楚自己的红线 比如说这个王毅据慕尼亚安全会议 也跟乌克兰的外长谈得很好 如果乌克兰 如果真的有这种事乌克兰会不知道吗 其实第一时间的时候讲这个指控的时候 泽伦斯基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有这种状况 是嘛 就是说最会掌握第一现场的证据的就是乌克兰 对 那连泽伦斯基 连他的外长库列巴都这样说 美国还这样子 没有是布里肯还这样子 我的意思就是你就是在硬搞 所以你就搞到你这个国家的公信力越来越没有 你去想一想欧洲会相信谁 而且我跟你举个例子 说法国驻台代表 他上个礼拜在跟台湾的记者聊天 记者也问他这个问题 他说据法国的证据显示目前是没有 所以人家就是实实在在讲话嘛 那我是说你从逻辑去推啦 中国大陆再怎么样也希望 成为恶乌战争调停的最主要的贡献者 这个比什么都大啦 有哪一个超过这个 是 对不对 建立全球的威望 让欧洲未来跟你相处得更融洽 对不对 所以他既然出了这种立场文件 我认为他的 主要的就是要劝和促谈 那既然要劝和促谈 就要维持自己作为第三方中立者的身份 所以对俄罗斯没有错 他的贸易是增加 这个没有人否认 比如说我最近已经看到一个资料 就是BBC的资料 俄罗斯去年的GDP只减少2.1% 那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中国跟印度 他的贸易额大量增加 这个是公开的资料 这中国也从来不否认 可是你不能够去污止人家在军援俄罗斯 差太多了 因为这个就是中方最小心的事 而且我坦白说 中国跟乌克兰关系也非常好 他们以前的军工的合作 还要买人家马达西齐相关的这些 这个是被美国阻止 对不对 他跟乌克兰的军工合作超过20年 辽宁舰不就是我人格好 而且双边 我跟你讲我在中国大陆也看到很多乌克兰人 对 他们事实上 人才都过去了 双边都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的意思是 中国最大利益 一定是跟俄乌都做最好的朋友 怎么会是像美国这样 你就打吧 给我打吧 我趁我打劫 我觉得就从来就不是这样 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只有48个 那这个大部分是没有参与制裁的 那中国大陆这个文件我认为 大概只有美国跟英国明显反对 我认为日本也不好意思反对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悬殊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文件写得非常周到 周延 那面面俱到 那个俄乌战争 未来该处理的所有的问题都纳在里面 那预防未来的极端手段也都写在里面 对 预防就是担心有一些核武啊 生化武器这些东西 还有恐攻核电厂 对 这个他都想到里面 所以现在缺的只是 我们就是说缺东风啊 方案有了啦 那缺东风 东风就是说要有行动者 然后要殆尽俄乌谈判 那我觉得马克宏就是个聪明人 马克宏因为四月初要去中国大陆 他立刻嗅到了这个东西 他看到这个立场文件 他就立刻说 中国提出这个和平文件 法国非常乐见 那希望四月初去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能够敦促中国来合作 劝和俄乌战争 没错 我觉得马克宏突然看到自己的角色 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推不动 而且他单单他去推动 又会受到美国的阻挠啦 说实在啦 不够力啦 是啦 所以他现在终于看到中国表态了 所以他就要跟中国联手嘛 这个姿态太明显了啦 那可是就是说为什么是四月 因为这个就是很悲剧啦 我说实在啦 就是说如果一个立场文件 大家觉得合理 立刻可以落实 那人类也不会有那么多悲剧啦 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三月还是 可能会再打一次啦 就是您之前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预言过了 您说五六月 这可能会更激烈的战争之后 才会有可能更好一点 不五六月是真正的谈停火 OK 可是之前会有激烈的战争 那就是大家不想看 这个就是很悲哀啦 那我觉得马克宏也在算时间啦 是 就是说 那看看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 进入一周年之后 因为你也知道嘛 欧盟也实施了新一波制裁 对 那美国也是 那乌克兰手上也拿到了很多武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三月 坦白说不是很乐观啦 就是三月 这个在发生比较大的冲突的可能性 真的蛮高的 那我认为马克宏大概就是在想说 在这个冲突之后也差不多了吧 那那个时候他就访问中国大陆 OK 那那个时候国际的舆论大概也比较成熟啦 就是说中方这个文件我觉得很好 它就是起个火 起火 那让大家看到 终于有一个大国出来讲话了 那大家就可以跟进 这会不会也是逼着让大家看清楚说 这俄乌战争当中 谁才是比较想要和平的 如果大战略当然是这样啦 大战略到最后当然就是 连美国都被迫要跟进啦 可是大战略是最后一个啦 为什么这样子 不是就是我觉得中国大陆自己也很清楚啦 就是 谁会先跟进嘛 我觉得中国大陆 坦白说啦我一路看它的外交的战略战术 它都是组合拳啦 一出手都是精算的啦 比如说王毅去慕尼耶会议 对 那在那边发表了12分钟的演讲 那同时发布了那个三罢文件 外交部那个 那个霸权霸道霸凌对不对 然后也拜访了法国 那德国 德国肖子还有意大利曼罗尼 然后再去匈牙利 是 然后再去俄罗斯 然后接下来这个文件就出来了 对2月24 这个就是组合拳嘛 就是 中国大陆很清楚啦 就是大家对俄乌战争觉得很逆 对 该停了吧 你造成全球性的能源加粮食的危机 已经不是地区性的战争啦 因为 两个都是能源跟粮食大国嘛 你造成全世界的动荡 那是不是该喊停啊 那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不要停嘛 那国家叫美国嘛 这全世界都知道啦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在觉得说 总要有一个比较有力量的 第三方站出来了吧 那印度不愿意嘛 印度何必 印度不想扮演这个角色啊 而且坦白说印度的力量也不够啦 也不够啦 那之前有一些国家试过嘛 比如说土耳其啦 以色列啦 那力量都不够嘛 那因为坦白说你真的要喊停啊 要让他停火 然后包括斡旋期间的 维持秩序 然后包括未来的重建 这个是要投入资源的啦 是 谁做得到 中国大陆 是吗 当然是嘛 而且他不受制于北约嘛 目标是光明的 就是说这12点文件是写得非常好 可是道路注定是曲折的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世界霸权啊 是美国 所以你必然要有一个集结重置的过程 也就是说产生国际舆论的过程 那最后去影响到美国内部 这个越战一样 越战当初 有很多欧洲国家反对啊 那最后就烧到美国内部嘛 那后来整个舆论 逼着美国总统宣布停止嘛 所以我认为有点类似啦 就这个舆论要逐渐 慢慢慢慢在烧进美国内部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